父子互斗搞得满城风雨的东元 成为今年上市公司董监改选最有看头的大戏 美股净值31.9元 但是股价长年低迷 却是拥有庞大土地资产跟转投资利益的东元 早就是外人眼中的一块大肥肉 市场派积极吃下东元股权 却在董监市改选占股打响之下 居然爆发了东元集团会长黄茂雄 跟长子黄玉仁之间的内讧 双方各有三头反目成仇 准备决战五月的股东大会 外有大敌还父子内斗 看得大家一头雾水 才知道访问了多位资深的东元内部人士 才了解东元内部复杂 横跨三代的爱恨情仇 所劫之搬上台面的这出大戏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成立已经一甲子了 以马达起家的东元 1973年以25块挂牌上市 是老字号的上市公司了 早年林合影跟七舅接林坡市 还有友人潜水木创立了光源行 做起代理日本电器的生意 后来再邀了孙炳辉跟林长成 在1956年共同成立了东元 当时以马达起家的东元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机电 家电 通讯 食品 年营收达到500亿的集团了 近来频频登上媒体版面的黄玉仁 是东元集团会长黄茂雄的长子 算是集团第三代 黄茂雄的妻子林和慧 是创办人林和颖跟人称东元阿嬷 超过百岁人瑞林明爵的独生爱女 东元在第一代打拼奠定今日的基础之后 1991年创办人之一的林长成 卸下董事长职位之后 正式由第二代接班了 接手者不是当初五大家族的第二代 而是林和颖的伴子就是黄茂雄 顶着日本庆英大学跟美国宾州大学 华顿商学院管理硕士 亮丽的学历光环 而且确实真的也有经营能力的黄茂雄 差的就是在东元没有股权 股权结构复杂 又有众多势力跟三头的东元 黄茂雄接手董事长位置还没坐稳 就在1994年被董事会围剿之下 丢了董事长的宝座 但是政商关系通达的黄茂雄 硬是靠着当时是李总统的李登辉力挺之下 又拿回了经营权 经过丢了董座再夺回这一亿 东元内部盘根错节的老势力 还能有影响力的就剩下阿嬷一人了 资深的内部人士说黄茂雄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滴酒不沾的他却是对权力有极大的欲望 因为没有股权巩固经营权 再加上他的个性喜好交际跟建立政商人脉 所以一路走来黄茂雄都是靠政商人脉 维系他在东元的掌权地位 再来黄茂雄虽然是女婿轻如伴子 但是东元阿嬷林明爵 却是只想把股权交给女儿灵和慧 并不放心把股权交给黄茂雄 无奈弹得一首好钢琴的灵和慧 在几年前开始失智 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严重 才绕得今天灵明爵四%的股权 不知去向的疑云 灵和慧的个性跟黄茂雄南辕北侧 黄茂雄长寿善舞 但是灵和慧是个连装都不爱画的人 个性内向而且个子又娇小 跟人高马大的黄茂雄走在一起 感觉好像不太登对 久而久之黄茂雄出门都不爱戴着老婆了 反正不喜欢应酬的灵和慧 也乐得做自己 那黄茂雄跟灵和慧总共育有两子玉女 长子就是黄玉仁 跟老爸一样留学日本庆应 再到美国攻读硕士 他是一个十足叛逆个性的人 二子黄上仁 无心经商了 目前在加拿大当牧师 女儿已经出嫁了 集团如果要由第三代接班了 没有选择只有黄玉仁 那么怎么会在股东大会之前 爆出自家人内讧股权之争呢 其实黄茂雄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欲望重 而且是一个不听反对声音 不怎么沟通的人 知晓东元事务的人都知道 东元现任董作邱纯之 是言必听黄的人 等于说是黄的代理人 黄茂雄个性刚愉 儿子又叛逆 电光火石 这几年下来 两个人常在董事会 一言不合就吵架 搞的场面很难看 弄得在场的董事 劝也不是 走也不是 所以有媒体猜测 这次父子闹不合是合眼一出 立抗外敌保家的大戏 其实是完完全全错误 父子不合是由来已久的事 这两个人不合 除了经营理念的差异之外 另外就是黄茂雄非常火大 黄玉仁去娶了香港人 原本黄茂雄是把黄玉仁 跟星光集团掌门人 吴东静的二公主吴心卢 送做堆的 日子久了 父子之间不断的摩擦 再加上三代之间交错的角力跟私心 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至于董监改选 谁胜谁败 黄玉仁虽然有第一代五大家族 残存势力跟阿嬷的支持 但是当权派黄茂雄 有保家集团25%的股权 跟自身能掌握的转投资公司 为数不多的股权力挺 再加上力争委托书 跟华欣交加8%的股权 看起来黄茂雄是赞了上风了 近期涉及东元集团事务的 内部核心人士 频频开会 就董监席次进行最后的习商 据说一旦瞧不拢 黄玉仁最后的杀招 就是上媒体节目 公诸阿嬷的陆宇带 做最后的反制 如果走到那一步 局面就真的非常难看了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